新加坡的领袖 首先我们今天很荣幸的 先邀请到来自新加坡的 这一位领袖 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支持者 我们来掌声要求我们的 艾威琴 艾威欢迎你 我们时常见面 今天很开心 来到这个Clang的Premium Hotel 好不好跟我们现场 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Ivy来自新加坡 我看你越来越漂亮Ivy 我做错了 今年的状态比较差 慢点我会讲 我的故事给大家听 大家好 我来这里一直想见证 HQE真正我是要述说 我的故事 我自己本身真正式的故事 打从三十多年前 我就一向来就体落多病 我在副专家 茫茫茫茫了二十多年 没有好好地照顾自己的身体 导致有病 就看医生 所以无形中我就觉得很多 肢体中毒 慢性中毒 我有很多的症状 这就是要健康症状 去看医生找不出什么病 就是给我吃药 症状包括 好像骗头痛 对药物敏感 牙龙流血 肌 肌眼 肌眼很多 尤其我的手有剩肌眼 那是我做衣服的时候 有个妇客 老板娘 你戴钻射都是假的 你看你的手 你的肌眼 对不对 后来呢 我在 好像七八年前 我的店 我有七间店 我看到七间店面 哪里七间店面 其中有个售客 我的售客 他蛮漂亮的啦 所以有一次 我的顾客就问 我没有看过你的老板娘 来这个店 有每个五点钟 每天五点多钟 那个最老最丑的 那个就是 那店里五点多钟 他一定来收账 来看看我的账目的时候 那个最老最丑的 就是我的老板娘 这个是后来 我dad over那个店的时候 一个叫夜老太太跟我讲的 这个是事实 所以呢 我就 还是这样忙忙碌 生活还要继续 所以在1983年 我就动 因为我流BT嘛 就是说我的免疫系统受损 我的细胞 无法好好操作 我不止单单免疫系统受损 我很多的系统都无法操作 好像内分泌系统啦 过滤系统啦 周边功能系统都受损 OK 在1983年的时候 我就做了B多元手术 以为可以是好 B多元手术不简单的 没有麻醉药的 坐在那边 然后那个医生就是咔嚓 他就把我的B多拉出来了 连之后就放止痛药 可是三年过后 还是BT 还是围绕着我 好像影子一样 跟着我 OK 但 那是1983年的事情 连到了1990年 我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检查 就发觉我两个肾都有问题 肾长 肾长 这个肾 待会我们去看 那个麻痕还在 那个肾低 没有办法 就先做那个 取出那个肾的肿瘤 四年就做那个 另外一个肾 就是做那个激光碎食的手术 OK 就还是继续 生活还是继续 可是再来 那个我的BT流得很激烈 激烈 而且还有那些症状 越来越严重 尤其那个胡臭 哇 严重到啊 清明刚刚过 在八年前 这个真实的故事 我的侄儿侄女跟我同一辆车 去草木 草木回的时候 每个不要坐我的车 怕你了 怕 因为那个胡臭的味道 对 非常厉害 很严重 这个他们还蛮着 不敢跟我讲 他伤到你的心 对 等到我没有胡臭 近几年了 又去草木才跟我讲的 把这个往事告诉你 可是这是我的故事 然后到了 OK 生生解决了 然后那个 到了1999 90年 我动我的肾脏手术 9394的时候 我的BT天天都在流 很辛苦 辛苦到我的头昏脑脏 真的 你们有这个伤风感冒辛苦吗 辛苦吗 三几天都很辛苦 对不对 何况我起伏天天的 很辛苦 那个BT就是一直流 辛苦 我有试过很多偏方 妙方 我自己偏方 中午12点 准准12点 一片西瓜配盐 吃下去 三几天 可以解决 所以我老公 要天天给我找西瓜 所以我老公 然后有四个臭奶 他说榴莲更好 天天早上吃榴莲 一粒吃下去 也改善 可是身体向很发展 吃了榴莲就会发胖 发胖 因为很多 很多那个 那个什么 淡水花糊 还有糖粉 所以那时候 这些偏方 我试过了 还有很多很多的 可是那时候 我不知道有黑澡 这个东西 你是几时接触到的呢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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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很长 如果有黑澡的话 每天早上 一茶匙就搞点了 为什么这么麻烦 那时候缘分还没到 然后到了200年 还是继续 那个BTA还是继续 还在围绕着我 到了200年 我的脂肱肌瘤手术 脂肱肌瘤 七公分 七公分 那时候 医生还说 OK很简单 很简单 你只是挖几个洞 拉出来就可以了 把那个肌瘤拿出来 拉出来就可以了 事情到了最后 没有这么简单 OK 他说你还没有生养 拉不出来 七公分耶 怎么拉得出来 结果 结果 动大手术 这个手术弄到我不弄过谁 因为我对药物敏感 我对药物敏感 我对药物敏感了 OK 到那时候 动了手术 在ICU蛮多天 我的肾脏手术也是很严重 也是做很多天 因为对药物敏感 结果那时就2004年 2004年 所以200年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 我的肿瘤 5年5年5年各一次 5年5年就来了 5年5年就来了 我的排泄桶又出现问题 不能上厕所 不能上厕所 在年初的时候 200年初的时候 我每个月 每天都不能上厕所 我一个礼拜吃一次歇药 靠歇药来上厕所 上厕所 然后吃三四个月 一厕都不行 每个礼拜要吃两厕 吃两厕之后 还是不行 到了接近八个月的时候 都不行 要吃三厕 三厕 三厕放出来的是泡泡 而且我的情绪 那些症状 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严重 因为我第一通道祝塞 走第二通道 对 就是还比较口臭 我严重 还比较口臭 还偷渡 肢体中毒 第二通道都不能够 走偷渡 偷渡 自体中毒 油泡 这边有余率好多 现在都没了 对啊 现在很漂亮了 我可以看得到 非常美了 所以那十多年的时间 不好过 所以到2004年7月中 我就请求老天 你可怜我吧 明天你给我一觉不行 我想离开了 我是厌世的 不想活了 对 我就说你可怜我 我连续讲了七天 几言巧合之下 Lia Moy来找我 就把黑找金 对 介绍给我 这个Lia Moy 我不认识他的 我是做副装片的 他是要做我生意 他故意给我买一个寿生袋 那个寿生袋 寿生袋是200块 黑棗那时是126 星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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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星币做得过吗 他买了灰生袋 他还给我一条黑棗 我还给我钱 还给我钱 你还有赚 我说有赚 这个星币有赚 然后我吃了几天 他后来讲 这个黑棗你要天天吃 你要继续吃的 因为我不是做亏本生意 我就OK 我就不要吃这么多 我就一个月给他吃一瓶 一个月才吃一瓶 吃一瓶 对 可是很激烈 可能我的细胞 已经是永久性破坏 因为我在十多岁的时候 我得过涅剂 这个涅剂 所以破坏我的细胞膜 所以我吃了黑棗 虽然一点点 他去进入我的细胞膜 很快 所以我感觉 什么阻力都有 什么 好转反应 好转反应 你们没有的我都有 你们有的我肯定有 哈哈哈哈 所以意思是说 这么多年以来 你吃黑棗筋的这个经验 告诉了你 其实免疫系统 是控制的 营养进去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帮助你回复 这个正常操作 对 打个比方我的眼睛 所以 对 在那时 因为一九 我动了那个毕多元手术之后 啊 后来 你BNT还是流 我老公一直也去看见 一个医药界的前提 Reserve Medical Center 给我吃个一种药 轻轻挑选的,不要给他流鼻涕的 不要给他流鼻涕 可是你鼻涕不流 三年没有流 可是鼻涕跑去哪里呢? 通的,我们淋巴先通 眼睛 眼睛肿起来 他通的,我底部有带来 待会大家要看,可以看一看 他的淋巴通到这边肿 鼻涕来这边 那之前照顾很多,还没有给我吃这个药的时候 我说我里面很多鼻涕 要stop他,不要给他流 吃那个药,我一天吃蛮多种的 又抗这个,又抗那个,又不要给他流 所以鼻涕就跑来这边 所以西医是压制性的 跟我们的保健完全是反方向的 我们的是给他排出来 他们的压就他,不要给他出来 所以完全不一样 所以呢,也动了 在1920年,也是动了我这个眼睛的手术 还好,可以cover 看不到 看不到 这个黑爪,他也是有 有帮助到 他也会 他的肉啊,也蛮伸回来 比较好一点 这样阿威,这么多年以来 你的问题这么多了 其实我觉得啊 你这个痛苦的过程是 没有第三者可以体会的 只有你自己的 可是想起来不知道什么病啊 因为没有人懂啊 尤其便秘,这么厉害吗 这么厉害,你八个月可以不大便吗 是可以的 而且我的肚子 老实讲,可以装25kg的书便 通常我们人正常的话 有3-4kg在身体里面吗 那时候你装了25个肚子吗 那时候肯定的 我的肚子也有 我有带我的底片来 哦 你也是查过 有查 之前是有25个肚子 没有没有,那时候没有 我是不愿意他们还去查嘛 我都不想活了嘛 我跟你讲嘛 我的青秋子 老天 他带你走 带我走 人不求好生 只求好死嘛 对不对 带我走一觉不行就好了 所以 而且我对我自己的病 我没有说马上去查 我两年前才去查 我的肚子干干净净 不过那医生说 你的肚子 很厉害哦 里面有认诚 有什么 认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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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好像 好像妇女 妇人生的孩子 那个肚子 走走走走 我的是 虽然我们生小孩 在大肠里面 真的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 一条一条啊 看了那个Colum Scalpy才知道 所以呢 吃了这个黑枣之后 原来我才发现 这个黑枣里面的 营养素 有 矿物质 还有它的多糖体 提升我的免疫系统 提升我的 它 尤其它那个 多糖体 不需要 因为我是类分别失调嘛 我不需要用到 我的那个荷尔蒙 或者 很多的那个消化酶 它提升我 给我足够的营养 尤其它的维生素 维生素 维生素是维持 我们生命的元素 对 还有维他命 B群 提升我的 还有我比较灵活 提升我的 Alpha干扰素 所以不要给我的肿瘤 慢慢来 由你那时候开始吃黑枣精 到现在 你还是去中美的 check up everything 肿瘤已经没有回来早 肿瘤没有了 对 因为之前你是说 五年五年五年 因为刚刚我听你讲的故事里面 但是一次的黑枣精 过后这段时间 你现在从那时候吃到现在 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 没有 八年 八年的时间 都没有回来 都没有回来 OK 来我们给我们的 还有一个掌声 不过呢 就是去年 七年之后 我就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怎么样错误的选择 因为哦 我就以为七年 因为很多人讲 吃了这么久 可以减少了吧 可以吃少 可以吃少一点 我就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再加上很多collagen 我就吃collagen 我黑枣吃少了 这是我最错误的选择 所以我 我现在状况 比去年差 差蛮多的 我感觉 你几时发现这个问题 尤其是今年新年 OK 前两年我回去 我哥哥 我大哥讲 哇 跟我的侄女讲 这个姑姑还很折钱 嗯 很折钱 OK 今年今年 最近而已咯 这个今年我回去 我二哥 老化 老了就老 跑不掉的 然后我就看我说 我真的老了 因为 因为我走去吃collagen 比较多 黑枣 有吃不吃 一个月吃不到一瓶 就是真的很错误 所以我 我真的可以感觉到 我今天 这几个月的状况很差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 你现在黑枣精 已经开始吃很多了 因为黑枣精的 只有黑枣精的 抗氧化 抗老化是 全部的水果跟蔬菜之冠 对 所以现在你发现了这个秘诀了 我要吃回去 我要最少一个月就要吃一个FDP被套 十罐 十罐 最少一个月要吃四罐才会有 不要停 我就做了一个真的很臭的选择 我花了很多钱去美容也没有用 所以呢 吃了这个黑枣 我们身体面有一个专业的美容师 把我们美容 对 有一个强有力的 呃 那个武装部队 帮我们对抗 对 还不要紧 还有一个专业医生 看着我们的病 专业的医生 所以 治病 治新 相信黑枣 一百巴仙 黑枣本身一百巴仙有效 对 相信他一百巴仙 有两百巴仙的效果 哈哈 我还有很多部 半信半信你只有五十巴仙 要一百巴仙相信 对 对 对 刚才Ivy跟我讲 你有两个口号要讲的 我有两个口号 对 那我们站前面一点吧 对对对 因为为什么呢 我要讲口号呢 因为我上个月上了一堂课 讲完东西要讲口号 这个徐智豪好老师说的 对 来 OK 你们听过吗 周杰伦有头文字D 嗯 我们有头文字M OK M stay for what 对 M stay for 还有还有还有 马来西亚 yes M stay for mother 一有mother才有我们妈妈 对对 对妈妈 对 最后M stay for M plan 对 M plan 我爱你M plan 还有我站在这边 我还看到M 最后Stand for Many many 对吗 Many many 对 对 M plan 我得到我的人生 我得到很多快乐 很多很多朋友 对 很多教育我的人 对 对 所以说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三位大老板 他很有智慧拿到最顶尖的产品 也想到这么好的M plan 这个名字代表一切 对 而且我觉得Ivy有一样东西哦 今天刚才你讲我们已经有三个重要部队 刚才我听了Toto Tomo 叔叔一讲我们的BIOS配合下去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什么呢 硕身 对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把这个身材哦 硕一美的 这个身材M plan 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对 我一直到达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错误的 我达到吗 因为我哥哥也不会想啊 这个啊 已经五六十六岁的人哦 这个公布还很值钱耶 我没有硕身 我哥哥不会讲这种话吧 对啦 不过我现在看Ivy跟我当年认识她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现在比当年有八年的时间 现在比八年前年轻了十年 我的感觉啦 我相信一直认识Ivy的朋友哦 都知道这八年 现在的样子跟八年前哦 真的现在比八年前还年轻 我们赚了很多 对 M plan也改变我们的人生 是是是 所以在这里 Ivy未来的目标展望 有没有想过把Micky这么好的产品 你知道吗 败给全部的人呢 当然 当然要 我们一起以爱心吧 因为妈妈是最有爱心的嘛 对对对对 所以记得不要回去吃一茶匙了 是吃三汤匙对不对 一个FVP配套 一个FVP配套 就是四瓶黑澡金 Collision照吃 Bioci照吃 因为我们人跟着年龄 我们的自由机会越来越多的 所以不可以停 没有办法停 我们很需要吧 很需要吧 很需要吧 他就给了我们要的东西 当然在M plan也找到我们的财富 对吗 所以在未来退休的年龄 我现在觉得你是发扬这一个魅力的时刻了 M plan这个舞台等着你 我们今年的表演大会 我希望你能够上 我们M plan的这个一集点好不好 好 我们慢一下我们的高峰 来我们掌声谢谢我们的IV